诶 大家好 今天我所要解说的这一棵植物呢 它是甲竹药科的植物 叫做隔夜山马茶 诶 隔夜山马茶呢 它是对生的植物 来大家看 这对生就是枝上面呢 它的叶子是这样一对出去的 有没有 这是对生 除了对生以外 它有一种护生来 来我们看到旁边这个恒春后壳树 像这个 没有长在这边一对的 这样的 像楼梯一样的 这种叫做护生 而隔夜山马茶 是单夜对生的植物 隔夜山马茶呢 是甲竹药科的植物 诶 说到甲竹药科 会想到什么特征呢 诶 没错 甲竹药科的植物 有个很恐怖的秘密武器 就是白色乳汁 白色乳汁呢 是在你折它的时候 你只要把它一折断 它就会喷出那白色乳汁 而加猪头科的乳汁啊 几乎都是有毒的 诶 所以如果碰到的话 可能会引起皮肤的红肿 或者呢 是不小心食用的话 可能会拉肚子 诶 有些更恐怖的 甚至会要人的面啊 所以甲竹药科的植物 最好不要乱折 然后 再来说叶子特征 它的叶子呢 属于隔止叶 诶 隔止叶 隔止叶 跟脂植叶 还有磨脂叶不一样 隔止叶呢 是比较硬的这种 像 就比较硬 而脂植叶呢 是 大家有没有摸过脂章 脂植叶大概就像脂章一样 诶 像这种 这种 摸起来就跟这种不一样 这种就不是隔止的 然后 来大家看 它的叶圆会反卷 隔夜山马茶的叶圆会 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 会有反卷的现象 这这边也都有 会有那种反卷的现象 有些植物呢 则不太会有这种现象 隔夜山马茶 它的花 花瓣五枚 然后它肌部是合身在一起 很像风车的形状 诶 所以非常漂亮 其实我个人觉得隔夜山马茶最漂亮的呢 是它的古土果 虽然现在这一颗隔夜山马茶 还没有古土果 可是它的古土果 两边会翘起来 像一个笑脸一样 那笑脸 像一个灿烂的笑容 所以我很喜欢它的古土果 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如果以后你们有看到隔夜山马茶的话 注意一下 它的古土果 收藏回家 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我解说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